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蚁人与黄蜂女 And Man and the Wasp 蚁人与黄蜂女是2015年蚁人的续集 还会牵扯到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中 一点点蚁人的剧情线 导演同样是蚁人的导演 Paton Reed 他同时也拍过 我很喜欢的没问题先生 还有同床异梦两部电影 Paul Lute Evangelian Lily Michael Douglas 以及新加入的Michelle Pfeiffer 还有Rowrence Fishbone主演 我蛮喜欢这部电影的 我在看这部电影当天 其实已经看了另外两部电影 其实买票的时候 是有一点担心我的精神状况不太好的 但演员的表现 跟整体电影紧凑的节奏 让我一点都没有累的感觉 看完之后也很舒服 没有什么负担 是一部很纯粹的动作喜剧片 很轻松很好玩 风格很统一很完整的一部电影 故事也不复杂 反而比起上周上映的 《超人特攻队2》 更会让我想起以前皮克斯电影 还没加入迪士尼这个邪恶帝国之前 他的风格 在一场有惊无险的冒险当中 掺杂了很多喜剧的笑料 电影中有大量的喜剧处理 很多刻意搞笑的演出 但是不会让人出戏 因为整部电影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 其实可以说《蟻人与黄蜂女》 这部电影的主线剧情是不太重要的 而在这场你追我抢 你偷我夺的过程当中 却在每个小地方 展现他们的搞笑天分 这部电影就是要让你享受一段 轻松欢乐的观影时光 而不要想什么国仇嘉恨 或者是什么平衡宇宙的哲学问题 剧情迅速麦克·道格拉斯 所饰演的皮姆博士 也就是第一代的蟻人 在上一集之后 她开始筹划想要进入那个量子领域当中 去解救受困在里面的第一代黄蜂女 也就是她的太太 而这一项可以进入量子领域的科技 受到了多方人马的觊觎 便产生了一场你来我往的夺宝窃盗战 被软禁在家中 接受认罪协商的蟻人 意外的成为进入量子领域当中的 一个关键人物 没有太多惊人的转折 也没有太深入的议题探讨 比起上一集的反派 这一集完全不一样 没有多邪恶的大反派 就是有着各自目的的各方人马 整部电影的配角是非常重要的 FBI的主管 黑市老大与他的手下 主角的伙伴跟公司中的两个小弟 每个人物都相当的可爱 有点笨又不会太笨 只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有自己的个性 很容易突然就陷入在自己的执念当中 当然还有主角的前妻以及他的老公 每次出来都是差不多的台词 但都很成功的做到效果 然后上一集最后被挟持的女儿凯西 我很喜欢她这一集跟爸爸之间的互动 还有彼此之间的感情 这个女儿她也知道爸爸的小秘密 成为主角最重要的依靠还有后盾 讲到这里我要爆一点点雷 就是我真的很庆幸 编剧没有让凯西这个蟻人的弱点 被挟持这件事情再度发生 甚至剧情当中也会讲到这件事情 去表示蟻人与黄蜂女于上一集的不同 这一集没有真正的坏人 或者说坏人也是有人性 也是有挣扎的 而不是像上一集就是传统的正反对决 反派的能力可以穿透物质 很像是骇客任务第二集当中的那个双胞胎 但导演完全不去强调这个女反派的强悍 还有可怕 而是很快的就会让你看到这个反派的脆弱面 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蛮特别的一个地方 剧本的重点延续了蟻人的命题夺回 虽然说是窃盗片 但是要偷要抢的东西都是他们失去的东西 在主角的身上则是要夺回自身的自由 以及女主角对他的信任 有趣的是他们怎么分手的 在这部电影中一直是用很轻描淡写的方式去呈现 好像有解释又好像没有解释 大概是因为导演也不想要在这个 只是为了推动剧情的设定上面多做琢磨吧 黄蜂女的武打也还不错 但没有到蜘蛛人那么的华丽 变大变小的特殊效果 不再是这部电影的重点 反而有点是锦上添花的笑料 而且大部分变大变小的亮点 都在预告片里面出现 反而一段主角好友用武术嘴讲故事的片段 或者是蟻人跟FBI躲猫猫的桥段 这种喜剧元素反而让蟻人与黄蜂女 有着不一样的独特风格还有新鲜感 这部电影应该不需要多去赞扬演员的部分 Michael Douglas 依旧很不错 Michelle Fiverr 出场的让人很感动 Rawrence Fishbone 的角色很棒 只是他出现的地方太多了 一时之间还是会让我神经错乱 不知道他是谁 女主角Evangel Lily 这一集跟上一集似乎换了一个演员一样 她在这集穿上了新的黄蜂女战服 这个有点古板强悍的女性角色 不知道接下来会在漫威宇宙当中 负责什么样子重要的位置 Paul Loot 太棒了 我从很久以前就很喜欢这个演员 没有他为蟻人注入的活力 我想这部电影用多少招数 都不会是现在这么的有趣 我不确定蟻人与黄蜂女 是不是漫威最好笑的一部电影 但我觉得起码比雷森索尔三 或者是奇异博士来得有趣 这是一部可以放松欣赏的电影 这不是复仇者联盟 不需要那么严肃的来看待这部电影 可是毕竟他是续集 可能还是要先看过蟻人 才会知道他的能力 或者是他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如果不知道 我想还是不会影响你 享受这部电影太多的 有两个片尾段落 有解释一下 跟无限之战之间的关系 但我觉得还是不清不楚 又是那种看完之后 会让人一头雾水的片尾段落 然后想要在网路上面 引人论战的那种内容 这部电影特别推荐给 蚂蚁学家 还有量子力学家 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 违背了多少真实世界的科学 蚁人与黄蜂女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